张荣卫刚假释出狱就已经注射完疫苗 明明不是第一类或二三类施打对象 被质疑是利用特权插队 云林卫生局出面澄清 中央在五月初的公文就有提到 一到三类同住者都纳入 张荣卫是县长张立善同住家人 因此符合优先顺序 请县市政府在做这样的一个 疫苗分配跟接种的时候 务必一定要遵守这样的一个顺序跟类别 但指挥中心副指挥官强调 上一批疫苗不给县市政府 就要求务必依照顺序施打 张立善县县长做住家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照他们这样子讲的话 那他的左右邻居只要跟张县县县 住在一起那是不是属于同住 另外民进党云林县县部也指控张荣卫 虽然是同住家人的理由施打 但他位在虎尾亲谱的豪宅 跟张立善住的后天错 中间明显还有三四十公尺距离 根本不叫同住家人 同住者的认定 应该不是用这个距离 或是相关的文件去厘清的 对此卫生局还是强调 指挥中心公文没有明定 取消同住家人施打 同住家人的定义 也不能用房屋距离来认定 除了遵循指挥中心规范 同时也将地线紧销 以及各党派的明代 都纳入施打对象 TV新闻蔡松林云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除了内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